第五百三十九章 绝处逢生 严师傅震慑道 太太 这时候可心软不得 不要说是只狗 待会儿便是让我去死 我也不会舍不得的 并非我对张家有多忠心 而是想着总归是个死 要是能帮太太多拖一会儿 让太太逃出去 那时望太太对我家里照应些 我也就没白死了 何时转头 拖着哭腔道 菊花 别心疼大黄了 娘只想你跟板丽他们好好的 娘死也是愿意的 菊花平息了一下心绪 先吩咐板丽和小葱道 你俩快过去瞧瞧 那角落是不是有个洞 把大黄也带过去 说完这话 又转头对严师傅道 先杀了那四条狗吧 大黄 大黄就留着 紧要关头 他也是能得力的 严师傅听他话出有音 急忙问道 太太可是有主意了 菊花还没说话 就听板丽在那叫道 娘 有个老鼠洞 刚才有老鼠跑出来了 跟大黄玩残猫猫嘞 菊花大喜 急忙问道 可是真的 小葱道 嗯 是真的 我跟哥哥都瞧见了 菊花转头 对着慌乱挖土的众人 大声道 不要在那边挖了 过来这边挖 快 别人都没听到 或者听见了也没在意 要是不挖开这栋 待会儿可要闷死了 只有张大山疑惑地转头问道 为啥 菊花也不敢磨蹭和犹豫了 不然真的会闷死人的 她都觉得有些凶闷了 她怒喝道 都停下 忙碌的众人 停下手里的动作 莫名其妙地看着菊花 不知她为何这么凶 菊花肃然道 过来这边挖 要赶快 先不要问 你们一边挖我一边说 刘叔你先过来 刘黑子最是信任菊花了 二话没说 就跟着她来到山洞里边 按照她的指示 对着那老鼠洞就挥起钉耙 菊花又让王忠上来扳手 其余人原地休息 随时准备上去替换 然后又示意严师傅 赶快将那四条给杀了 尽管她万分不舍 可也不会在这时候心软 若是因她银眼之沙 刘奶奶或红椒山芋先熬不住 狗却熬住 跟他们逃出去了 她将情何以堪 严师傅点点头道 太太放心 我会小心些 她用一些烧大肠 将几条狗引到一边 然后抱了一座脖子 用刀无声无息地 送他们上了路 并用泥土就地掩埋了 大黄尤为知觉 还在跟红椒玩耍 板栗几人忍住泪水 也不吱声 帮着严师傅 一起掩埋狗儿 菊花安排完毕 方才跟他们说起 这地方挖坑的原因 太太说 这老鼠洞下边有洞 黄脉不相信地问道 黄脉跌老成头 也疑惑得很 老鼠可不就是 到处打洞吗 这有老鼠洞 有啥尽快的 菊花道 这个山洞 可是咱们刚刚挖出来的 你们想 要是下边没洞的话 这老鼠可不是要憋死了 张大山不确定地说道 要是老鼠从上边下来的呢 它从上边一直挖洞 挖到这儿来了 跟咱们碰上了 说不定 还是咱们家的老鼠咧 这话听着好笑 可是却没人笑 菊花便让他们 在洞顶和四壁查看 若是没有洞 那便是从下面来的 那咱们就有希望了 大伙听了 忙四处找起来 小喜也跟着找 不停地喊道 这没有 这也没有 哎呀 真是太好了 众人按耐住心里的紧张 也不时地跟着喊 都说没有 朱师傅哈哈大笑道 哈哈 我就说太太不是短寿之相嘛 赶紧挖 咱们都上去挖 不是快一些 他不明白 菊花为何只要两人挖 菊花解释道 也说不准 要挖多深才能找到出路 这洞就没必要挖那么大了 白费人力 人多了转不开身 就派两个人挖 挖累了就换人 一直挖通为止 这要大伙也能换着歇息 再说你们不觉得气闷吗 咱们还是不要乱动乱叫了 轻点喘气也能熬久一些 众人听了又紧张起来 急忙屏息坐下 似乎憋住一口气 就能少用一些空气似的 于是山洞里忽然安静下来 可众人却没那么绝望了 都眼床中和流黑子 两人拼命地挖了一阵 菊花见他们手慢下来 立即换人 不要挨着 这样反而耽误事 歇息会再上去一样的 众人都点头 说咱们那么多人 不怕没人换 红椒已经发现 那四条狗不见了 也不敢问 含泪抱着大黄 毛茸茸的脑袋不住地蹭 拖着浓浓的鼻音 小声表扬他 咱大黄就是能干 帮娘找到出路来 等出去了 我会一整只鸡把你吃 不让娘看见 伴侶听了忙道 咱家还有不少荷叶鸡 就拨一只喂他也是应该的 大黄家可是立了大功来 小葱急蒙小声道 咱们偷偷地喂 不让他们看见 不让该骂了 说人都吃不够还喂狗 要造雷批来 于是 几颗小的偷偷躲在角落里 拨开一只荷叶鸡 一点点地撕了喂大黄 大人们明明都知道 却当作没看见 四条狗全杀了 大伙心里都不好受 农家的狗 牛猫 那都是当得用的 喂熟了再杀掉 主人家当然舍不得了 可是就算处置了四条狗 烈士还是出现了 山洞终究太小 空气逐渐沉闷起来 众人都觉得头晕气短 严师傅站在井坑边 盯着挖洞的人 轻声催促道 快 时间挖 累了就上来 张大山和朱师傅 则不断把城匡的泥土 往上提 倒在山洞一角 王忠走到葡萄身边坐下 看着他心中俊俏的黑丫头 憨笑了一会儿 忽然问道 葡萄 你可乐意嫁给我 葡萄听了也没回话 只是流泪 先前这人不去逃命 却跑进巷园 怕不光是为了救东家吧 王忠慌忙抬手 帮他擦去眼泪 又跟他说 死在一块儿也是好的 惹得葡萄更加伤心了 两人轻声说着话 却没人过去打搅 笑话他们 刘奶奶忽然颤巍巍地叫道 锦儿 小锦儿忙跑到奶奶身边 跪下问道 奶奶 你想喝水不 刘奶奶无力地摇头 伸手将他搂在胸前 轻声道 奶奶的乖孙哟 菊花剑 刘奶奶这样子 心里咯噔一下 老人家怕是支持不住了 他急忙叫流水和雷黑子过来 老人家果然不行了 摸着儿子和儿媳妇的手 蠕动的嘴唇 蠕动的嘴唇好半天 才笑道 娘是个有福气的 你们 你们也是有福气的 刘黑子黑脸上满是风霜 并未哭嚎 反而握住老娘的手 娘福气大着嘞 好歹再撑一会儿 等咱们出去了 过年 帮老人家做九十岁大寿 菊花眼睛瞄向大黄 心里后悔不已 刘奶奶抓住她的手 冲她摇头 换她名字道 菊花 莫杀大黄 留着她 还能 帮你们 奶奶 到时候了 在上面 就 不中用了 菊花 莫怕 你是个有福气的 葡萄 王忠 张大山跟河氏 连板里几人也过来了 大伙静静地围着老人家 听她临终的嘱咐 刘奶奶忽然恳求地 看着张大山道 董家 老婆子 求你一件事 老婆子 不想 不想回去 能不能 能不能 让我 埋在 埋在 这 山 张大山 不等她说完 就慌忙点头 连声道 成 成 她想 老人家怕是舍不得离开 儿孙 何时也跟着附和 忽然想起 这山市菊花的 便转头看她 菊花轻声 对刘奶奶许诺道 刘奶奶放心 我专门画一块地 给刘叔 让刘家自己尽管 省得将来 因为这事 刘家的后代 跟张家的后代 扯不清 刘奶奶听了 眼睛骤然一亮 接着就暗淡下去 寒笑去了 就跟睡熟了似的 刘婶 葡萄和小锦儿 低声 啜泣起起来 刘黑子抱着老娘 紧紧冷下去的身子 对他们道 甭哭 你奶奶去天上了 她还说 咱们肯定能出去 一时间 洞里肃然起来 没有哭声 大伙 却挨着 都上来给刘奶奶磕头 送她最后一程 山芋被何时抱着 忽然叫道 嗯 太太 何时知她叫刘奶奶 小贝比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高一辈的老人 为太爷太太 恰好跟富贵人家 对主人家的尊称一样 想来 那太太老太太之类的称呼 就是这么来的 她忙哄道 太太去天上了嘞 山芋却把头摇得 跟波浪鼓一样道 嗯 没有 太太去地下了 奶奶 太太太去地下了 说着 转向菊花 娘 我也要下去 我要出去 不要待在这 我 我 她无法表达 自己呼吸不畅的 难受感觉 皱着眉头 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话来 我要去外面 要吹风 众人听了一愣 菊花经过 葫芦小时候见阴魂的事 心中一动 急忙问道 山芋 你见太太从哪儿下去的 山芋从和氏华里挣脱出来 灯灯地跑向正在挖的地洞边 伸手指向洞口 回头对菊花道 太太从这边下去的 你 没有 原来 她烫头 往洞口一看 却只看见 黄麦和她爹在挖掘装土 根本没有 刘老太太的影子 她变奇怪了 她转念一想 太太肯定是下去了 于是 对菊花 哭嘻嘻地哼道 娘 我要出去 太太出去了 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该不该姓山芋 柳黑子则含泪大声道 老城头 使劲啊 我娘给咱们指路了嘞 张大山的人也连声附和 转头 用趴在地上给柳奶的磕头 板鲤和小葱急忙过去哄山芋 顺便仔细问她 到底瞧见太太是咋过去的 他们大些 懂事了 也不晓得怕了 明明刘爷爷还抱着太太的尸体 山芋却说 太太下去了 他们虽然平日跟太太很亲 此刻也浑身不得劲 小葱死死转着板栗都胳膊不放 脸都白了 菊花却一点都不害怕 她跟刘奶奶实在太熟悉了 她蜥蜴地问红椒 红椒 你瞧见太太没 红椒要是看见了 就能比山芋说得明白些 山芋太小了 红椒则不太懂鬼啊 魂啊这些东西 她眼瞅着柳奶奶的尸身 别嘴道 太太不是在这儿吗 山芋眼花了 静下说 娘 太太真死了 醒不过来了 要是她睡一会儿就醒来了 往常吃过饭 太太也常睡一会儿的 菊花叹了口气 抱着闺女儿轻声道 太太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才一会儿的功夫 大伙越来越难以支持 全身无力地摊坐在地 山芋难受的 要哭不哭的样子 红椒也奄奄的 再也无一丝 先前欢欣鼓舞的气氛 山洞里弥漫着 忧伤期晚的情绪 洞底挖掘的人 也手软无力 只是拼命罢了 如今已经挖出快两正身 换人就麻烦起来 用竹框吊起来放下都费劲 还耽误功夫 所以老陈豆和儿子黄迈 又不肯上来 使劲地挖着 说有那爬上爬下的功夫 就能挖一尺身了 小喜和樱桃挤在菊花身边 对她强笑道 我们跟太太坐一块 太太 跟你待一块 我心里就觉得好安稳了 一点都不怕了 菊花摸摸她的头 坚定地说道 嗯 咱们一定挨过去的 咱小喜和樱桃还没嫁人了 还有好多福都没想了 两个花一样的少女就流泪了 何时挨着菊花坐 并将孙子和孙女都挤挤在身边 难难地说道 让奶奶先死 菊花蒙白了她一眼 称怪道 娘还有好多福没想 咋能说死就死嘞 咱们都不会死的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菊花将山芋抱在怀里 轻轻地给大家说故事 心里却想起怀子 她在外边 怕是要急疯了吧 若是自己和公婆 儿女都死了 她也绝不会独活的 没有理由的 她就是相信这点 说起来 她对怀子 也就是一般的喜欢罢了 若是搁在前世 她肯定不会嫁给她 可是 因为莫名落在这地方 她没有更好的选择 然后嫁给她了 为她生儿育女 操持家务 她如同种庄稼一项 种出了一份爱情 是的 如今她是爱上这个人了 不是因为从一而终 不是因为 她是自己儿女的父亲 而是因为 两人相邪度过的 那一个个日子 那平凡温馨的岁月 已经深深地 刻入灵魂的深处 再也难以磨灭了 一定要出去 死也好 生也好 总要在一起 千万不要自己出去了 她却等不及先死了 那时 可不让她为难 她如何 舍得丢下娃儿们 她嘴里 喃喃地说着话 觉得意识 有些模糊 使觉得睁了睁眼睛 刚想问身边的小葱 可还受得住 就听那边 警动传来一声 哎哟 紧接着黄迈大叫道 爹 朱师傅的声音 啊 挖通了 太太 真挖通了 我们活下来了 跟着又叫道 可老陈都掉下去了 哎呀 这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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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